进京报训,记者,尼伟,又到退伍纪,解放军和武警部队,2018年冬季士兵退役工作即将全面展开。 2013年夏秋季以后入伍的退役士兵已于今年9月份离队完毕,2012年冬季以前入伍的女退役士兵,12月1日且不许离队。 2018年是退役军人管理保障体制改革开局之年,退役军人管理机构和保障体制有著多变化。 据解放军报消息,近日军委政治工作补兵员和文职人员之有关负责人对退役工作相关政策进行了解读,三条紧张妙计,关注安置方式,单案材料和教育培训。 从近年工作时间看,一些战友的退役安置中,应对政策不熟悉,当案材料缺失的,影响了一较安置。 结合当前退役、安置形式,相关负责人提醒退役士兵。 在退役、安置过程中要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慎重选择安置方式,退役士兵安置条例明确,国家建立以扶持就业为主。 自主就业、安排工作、退休、供养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退役士兵安置制度。 对于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的退役士兵,是选择自主就业还是安排工作,一定要结合自身实际顺重决定,防止在安置方式选择上班商品,引发遗留问题。 其次,重视完善当安材料,当安材料是既在士兵服役经历、工作表现、专业水平等情况的基本在提,也是退役后,地方政府接受安置的重要依据。 为使安置待约与服役贡献化沟,2015年开始实行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办法,以据当安材料对退役士兵进行打分排名,推行阳光安置。 近期,即将正式办法,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服役表现量化评分暂行办法,对当安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对此,广大退役士兵要高度重视,离队前认真配合单位完善当安材料。 最后,积极参加教育培训,为提高退役士兵就业能力,促进充分就业,国家和群队在退役士兵教育培训上,出台了一系列游会政策。 广大退役士兵要充分用好这些政策,积极参加培训,提升能力素质,为更好就业创业打下坚实基础。 政策变化一,比较安置职能调整,由退役军员事务部门牵头负责。 今年,退役军员事务部挂牌成立,各期退役军员事务部,美政爱计划陆续主线,均对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后,团集以上单位政治工作部门,均成立了人力资源部门,实现了人力资源集中统管。 退役士兵离队前,由部队人力资源部门牵头负责退役手续办理,档案材料整理,退役安置政策咨询等事项,组织,财务,运输投送等部门配合做好组织关系转接,退役经费结算,离队运送等工作。 退役士兵反向后,安置着退役军员事务部门已组件运行等,由退役军员事务部门牵头负责档案和组织关系接收,经济补助发放,教育培训,就业指导,安排工作等事项,人务部,公安部门等配合做好预备役登记,落户办理等工作。 退役军员事务部门尚未组件运行等,仍由民政部门负责相关工作,政策变化二,安置到放宽限制,可在配偶或配偶父母任何一方雇头所在地安置,今年7月份,退役军员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等时刻部门联合验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凝聚了一些新政策。 在安置指标上,提出国有,国有控股和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企业,要按照本企业全系统,先招录制工数量的5%和定年度接收计划的硬性要求。 在统筹层级上,明确县级安排任务中,由市级统筹安排仍有困难了,可由省级统筹调进安排,进一步加大安置工作的统筹力度。 在保险接续上,明确在国家规定的大安排工作期间,由安置的政府足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的单位缴纳部分。 解决了退役士兵保险,接触补上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退役士兵安置的选择进一步放宽的限制。 士兵服刑疫期间父母户口所在地变更大,可随父母任何一方安置。 经本人申请,也可在配偶或配偶父母任何一方户口所在地安置。 在就业方式上,选择由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回到地方后,又放弃安排工作待遇的。 经本人申请后,永安置的政府按照其在部队选择自主就业,应领取的一次性退役金与地方一次性金,及补助金之合的80%,发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 政策变化三,教育培训,就业创业优惠,从事个体经营三年享税费减免。 截至目前,中国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退役士兵教育培训工作的通知,关于继续实施扶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关于促进新时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法规政策。 士兵退出现以后,可选择接受一次免费免学杂费,免住宿费,免技能鉴定费培训,并享受培训期间生活补助,培训期限一般为两年,最短不少于三个月。 参加全国普通高考,成人高考,研究生考试,符合条件的可享受加班照顾,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其首次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之预期,三年内免收登记类,证兆类等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三年内安美顾每年八千元,为限额依侧扣建其当年实际应叫纳得分支税,成是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 求标准最高可胜幅20%,教对郭丽琴,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哎哟。